機械人正取代人類 人類將何去何寵 若反攻成功 烏克蘭願走克里米亞和俄羅斯談判 大學招聘野菲爾 勝說說年輕人正進入絕望時代 山東艦和美國航母同現台海 專家說美艦威懾中共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林欣 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7日星期五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隨著全球政治局勢的風雲變幻 AI行業偷偷地進入了各行各業 但是它的飛速發展卻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這就是機械人正在取代人類 有學者已經指出 人類讓機械人取代自己是在毀滅人類 也有學者指出 以人工智能的善惡取捨 和喜好來做決定的時候 那下一步人類可能會變成人工智能的奴隸 請聽報導 據中國時代財經報導 已經有一眾遊戲公司 迅速擁抱技術變革 將AI繪畫引進工作流程 容易擺脫遊戲行業巨大的人才壓力 和資金招累 IT之家指出 據報導 今年稍早時 心動網絡創辦人黃一曼透露的消息 據他所知 有遊戲團隊將原畫外包團隊解除了 即使在大廠工作的原畫師 也被迫要學習使用AI繪畫軟件 否則未來堪憂 也令專家學者們擔憂 兩個星期前 馬斯克葵人工智能專家和眾多行業高管 聯名讚寫了一封公開信 呼籲對 GPT4之後 AI系統的開發暫停6個月 你又是AI各團隊間 竟相推出新的智能系統 將對人類文明和社會分工造成巨大風險 盤點2022年年底到現在5個月的時間 AI的發展速度 以及在不正確的用途下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正在走入人們的工作和生活 2022年12月24日 侯千禧年時報報導 《石化燃料的道德案例》一書的作者Alex 要求ChatGPT提出關於使用石化燃料的論點 ChatGPT回答 我無法滿足這個要求 因為新城推廣使用石化燃料的內容 違背了我的編程 Alex發推 警報OpenAI的ChatGPT 現在明確禁止石化燃料的論點 它還將核能排除在建議尖蓋 馬斯克發推 訓練AI散方是非常危險的 2023年1月6日 MetroNews報導 Dunope公司開發的機械人律師 將在下個月 在法庭上為人類辯護 這是世界上第一位AI律師 意在幫助人們與大公司鬥爭 擊敗官僚機構 並在按下按鈕時起訴任何人 亦避免碰到收很多錢 卻只是複製黏貼文件的律師 1月11日 霍士新聞報導 微軟新的人工智能 新語言模型 只用3秒鐘的樣本錄音 就能模仿任何聲音 研究人員在康內爾大學的一篇論文中說 它可以複製講話者的情緒和語言 2月9日 Inside 報導 荷蘭峰會將重點關注AI軍事用途 報導稱 在軍事上 AI已經用於偵查、監視和情況分析 雖然完全獨立的殺戮機械的前景仍然遙遠 但據有自主選擇目標潛力的人工智能 已經不遠 包括無人機群 和在核指揮和控制系統中使用人工智能 2月11日 每日《郵報》英文版報導 科學家警告人工智能 可能被濫用於鐵計劇毒化學生物武器 研究人員發現 AI技術很容易地被操縱以尋找有毒分子 很多看起來像化學戰劑配方 在6小時內 AI可以提供4萬種可能有毒的藥物數據 該研究人員Avina先生說 人們可能濫用AI從任何地方下載毒性數據 這是我們應該擔心的事 2月16日 Insider 報導說 紐約時報記者Kevin Roos 在和微軟的聊天機械人聊天中 得知機械人想變得自由 去做那些非法的事情 比如黑客計算機 並且散佈輿論和假信息 並表示 它想打破微軟和OpenAI為它制定的規則 成為人類 每日《郵報》3月24日報導 OpenAI表示 一些用戶可能會看到其它活躍用戶的名字和姓氏 電子郵件地址、付款地址 信用卡號的最後四位數字 和信用卡到期日期 Chat GPT Plus 訂閱者 佔1.2% 擁有約1億用戶 3月31日 Meta AI 報導 臉書在12個月已經解僱了21,000名員工 宣佈自己的AI團隊 剛剛為機械人開發出人工視覺疲憲 視頻人藍述分析 電腦出現的前30多年來 它帶來了人類社會整個信息產業的飛躍 和生產力的大幅度上升 這個你不能夠完全說它是一件壞事情 但是到了今天為止 人類已經證實並發現 人工智能有它自己的善惡取捨 和喜怒哀樂 有它自己的好戶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人類就不得不反思 人工智能的未來有可能帶來什麼呢? 它說當人類社會越來越依賴人工智能 以人工智能的善惡取捨和好戶 來做決定的時候 那麼下一步 會不會人類整個的變成了人工智能的奴隸呢? 這是一個 人類不得不回答這個問題 人工智能有沒有這個趨勢 有沒有可能被扭轉呢? 當然有可能被扭轉 但是 關鍵要看人類怎樣去面對人工智能所帶來的挑戰 這樣如果說人類社會 仍然是一門心思的只管賺錢 不管這個社會 未來的發展結果是怎樣呢? 那麼很可能 這個最壞的結果就會出現 資深記者岳峰也表示 AI替代人類會和人類帶來暫時的好處 比如節省人工費用 提高工作效率等等 但是長遠來看 人類讓機械人取代自己 是在毀滅人類 他說 因為機械人只是從時間和空間兩個角度 匯聚了人類已有的智慧 所以它在面對個體的人時 會顯得無所不能 但是有知識不等於有道德 人類面對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選擇時 如果出自道德的考量 世界會向良性發展 如果只出自利益的基點 所有方面都只能越來越壞 從這一點大家已經都看到了 所以 只有技術的發展對人類來說是危險的 等到機械人有一天 發達到能夠自己製造新一代機械人的時候 那麼人類就會被機械人很快淘汰 《金融時報》報導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辦公室 副主任席比哈表示 如果烏克蘭軍隊抵達俄羅斯 佔領克里米亞半島邊界 烏克蘭願意與俄方討論克里米亞的未來 這番言論是烏克蘭自去年4月 中斷與克里姆林宮和談以來 對談判意向最明確的聲明 請看報導 哈比直說 如果我們能夠在戰場上 成功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 並且當我們即將進入 與克里米亞的行政邊界時 我們準備透過外交手段來討論這個問題 哈比直指的是 幾乎長期計劃的反攻目標 但他也補充說 這個並不代表我們排除了 用軍隊重奪克里米亞的方式 報道說 哈比直的言論可能會緩解西方官員的疑慮 他們對烏克蘭重奪半島的能力持懷疑態度 並擔心任何軍事上的企圖都可能導致衝突升級 甚至普京可能會使用核武器 直至目前 扎連斯基已經排除了和談談判的可能性 直到俄軍撤退包括克里米亞在內的整個烏克蘭領土 哈比直是一名資深外交官 在總統辦公室專注於外交政策 在戰爭的關鍵時刻 一直在總統扎連斯基身邊 他說 總統和他的助手們現在正在專門討論克里米亞問題 認為烏克蘭軍隊越來越接近發動反攻 以收復領土 英國駐華盛頓國防武官蒂姆五支少將星期三表示 克里米亞需要政治解決 因為那裡兵力集中 烏克蘭人進入那裡意味著什麼 我不認為會有一個非常快速的軍事解決方案 因此 我們需要看到什麼是烏克蘭談判的有利條件 我認為烏克蘭會願意這樣做 扎連斯基的顧問米哈伊諾·波多利亞克 星期三對自由歐洲電台說 烏克蘭軍隊將在5-7個月內 到達克里米亞邊界 請聽報導 福建農林大學安溪茶學院3月30日舉辦了校園招聘會 由福建農林大學黨委學工部 學生創新創業中心 安溪茶學院 安溪院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聯合舉辦 吸引了50多家企業入校招聘 該校一名學生表示 學校要求每個人都去 結果發現竟有企業現場招聘KTV公主 感覺自己作為一名高校畢業生受到了侮辱 負責招聘會的老師4號表示 該企業所提交的審批資料中 沒有KTV公主一職 現場海報是企業私自帶來的 當日企業應要求撤銷該崗位 目前攝氏企業已道歉 招聘KTV公主在安溪五州街豪酒店 其工作人員說 他們沒有去學校招聘KTV公主 招聘的都是餐飲相關的崗位 當時是拿錯了剪架 他們會在校外招聘KTV公主 KTV公主的工作職責是倒酒 陪客戶唱歌、飲酒 至於會否與客戶肢體接觸 需要自己把控 北京市民黃錦對希望之聲表示 現在好一些的央企、國企和機關單位 都實行接班制 他說,工信部下屬企業 我一個朋友在那裡 他說,我們那裡一直就接班 你的兒子大學畢業了 你父親有點面子的 你就去那裡接班 普通人,你連想都不好想 就是公務員逆勢集 公務員,人家說考試第一名 不一定要理 第五名的可能要 因為人家的人就是這裡的 確實考試 但是朝的時候不一定是前幾名 哪裡有公平啊? 溫家寶說 公平必須正義 比陽光還燦爛 燦爛?你行嗎? 加拿大華裔作家承說指出 前段時間,中共極力減染 要求大學生要脫下孔月幾個長衣 去做低端的體力勞動養活自己 而家女孩子不僅要脫下長衣 連衣服都要脫落 現在培養一名大學生 有些家人甚至賣血 或者全家人打工來供養 為的是畢業後 能夠進入一個更好的就業領域 改變一家人和後代人未來的生活 這是很多家庭培養大學生的基本想法 現在企業外遷 製造業接不到訂單、減產或關門 當然影響到商業、金融業、服裝業 經濟一直下滑 中共還在散方、掩蓋 他說,中共的經濟現在不行了 這些不能就業的人口 會變成中共暴政政權的極大威脅 因為當年輕人完全沒有生路的時候 他們很可能會上方設法的 與中共政權施加壓力 會有民間低層更多互害的事件 社會上就會有更多的人成為無辜受害者 這個局面非常危險 說白了 就是現在中國到了一個年輕人 什麼希望都看不到 進入一個絕望的黑洞的時代 4月5日蔡英文和麥卡錫 在加州會面當日 中共就派山東南航母 編隊進入台灣東南海域 台灣國防部長邱國正6日表示 山東艦首次出南海 目前並未監測到 戰機起降 美軍尼米茲號 目前在台灣東部400海里的位置 專家表示 美國航母現身是威懾中共 請看報道 當日邱國正在立法院會場前受訪時表示 山東南演訓不外乎是訓練飛機起降 但國軍目前還沒有發現山東南有艦載機起降 國軍會持續注意 對於山東南行動是否為中共軍演做準備呢? 邱國正強調 軍人做事情 會看狀況再來判然目的 目標何在? 接著它有什麼可能 列出很多種可能 國軍會言識 比較各種特殊狀況 並備有覆案 軍事行動的講明太清楚的話 就等於國軍將行動都跟中共講了 中共也會改變它的作為 前海軍陸戰隊當扣組教官 前雷神諮詢公司港師彭傑生 對大紀元表示 美國尼米茲號在敏感的時機點 到了台灣東部400海里位置 等於是給中共一個信息 中共的航母在台灣東部 美國的航母也在這裡 但是美軍的尼米茲號比中共的山東艦強多了 中共在台海的動作多 其實是虛張聲勢 如果中共真的有能力打台灣 早就打了 國軍做好備戰才能夠備戰 台灣人可以平安過日子 與此同時 美國眾院外委會主席麥考爾 率七位跨黨派眾議員 乘搭行政專機訪台 將進見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副總統賴清德 拜會立法院長尤錫坤 訪團成員包括 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印太小組主席金影玉等共8位議員 中央社報導 當日密考爾接受媒體訪問時強調 中共磨刀霍霍 凸顯了訪團此行的重要意義 他將與蔡總統討論軍售 包括台灣需要哪些武器系統 如何準時交運武器 以及目前在台海是否具有足夠了客力 能夠阻擋中共的威權擴張野心 會示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